天界有神魔 人事存上恶 外星人也一定存在着好坏之分吗 人类族群的图腾崇拜意味着外星人对他们的恩典吗 亦或是鞭打后的敬畏呢 大家好 我是启文 目前人类知道的宇宙范围 整个宇宙存在了超过一千亿个星系 而每个星系都包含了几千万颗星体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行星而已 人类更是连一颗尘埃也不如 在如此大的空间中 地球不可能是唯一存在有生命的行星 而人类也不可能是唯一的高智慧生物 其实甚至有人认为说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到几千万年前 外星人就曾经到过地球上了 如果外星人真的曾经到过地球 那么有没有留下外星人的后裔呢 说到这里呢 就不得不说一说非洲西部的马里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呢 生活着很多古老的民族 有个土著呢 叫做多贡族 据说呢 他们和外星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尼日尔河呢 是非洲西部的大河之一 他流过马里共和国时拐了个大湾 多贡族呢 就住在河湾处 他们是以耕种和游牧为生 生活艰难贫苦 大多数人还居住在山洞里 作为一个原始部落 这里的人都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活习惯和古老文化 他们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 居民所有的文化和知识呢 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老方式被流传下来的 他们看上去呢 同西非其他土著民族呢 没有什么两样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 有了意外的发现 法国人类学家格里奥和迪德伦为调查原始社会宗教 来到了西非 在多贡人中呢 居住了十多年之久 在和他们长时期的交往之后呢 他们得到了多贡人的信任 结果呢 从多贡人最高级的祭司那里 发现了一个极为令人惊讶的现象 在多贡人口头流传了四百年的宗教教义中 蕴藏着有关一颗遥远星球的丰富知识 那颗星呢 是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即使用望远镜也是难你看到 这个呢 就是天狼半星 多贡人把天狼半星呢 叫做普托鲁 在他们的语言中呢 普指的就是细小的种子 托鲁呢 指的就是星 他们还说呢 这是一颗最重的星 而且是白色的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正确的说明了 这颗星的三种基本特性 小 重 白 天文学界现在都知道 天文学家最早是在1844年猜测到天狼半星的存在 到了1928年 人们才认识到它是一颗体积很小 而密度极大的白矮星 直到1970年 人类才拍下了这颗星的第一幅照片 生活在非洲山洞里的土著部落在几百年前就知道了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而更神奇的是 多工人还可以准确地画出天狼半星 围绕天狼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 和天文学家研究后的绘图极为相似 多工人说 天狼半星轨道周期为50年 本身也会自转 这些在天文学上都证实了是正确的 数百年来 他们一直崇拜着这颗遥远的 又肉眼无法看到的天狼半星 而且 多工人还有一种宗教仪式 仪式就是要在天狼星出现在 两座山峰之间的时间内举行 另外 多工人还能说出 当今今天天文学上还无法证实的事情 他们说 天狼星系中其实还有第三颗星 叫做恩美亚 恩美亚有一颗卫星是环绕着它运行 天文学家至今都还没发现恩美亚的存在 多工人数百年来都相信 天狼半星是神创造的第一颗星球 是整个宇宙的轴星 不只是天狼星 多工人的天文知识还是很丰富的 他们早就知道了行星绕太阳运行 土星有光环 木星有四个主要的卫星 它们有四种分别以太阳 月亮 天狼星和金星为计算依据的立法 多工人还自己透露说 在很久以前的古代 天狼星系的智慧生物就来到地球上 把很多的天文知识传授给了他们 他们称这种智慧生物为诺母 诺母是一种外貌像鱼又像人的两系生物 可以在水中生活 在多工人的图画和舞蹈中都保留着和有关诺母的传说 根据多工人的古老传说 诺母是从多工人故乡东北方的一个地方来到地球的 他们乘坐了两艘飞船 一艘顺利的着陆在多工人居住的区域 在诺母的飞行器的盘旋下降时 发出巨大的响声 还在周围掀起了大风 降落后在地面上划出了山痕 另外一艘是在着陆的时候 不幸发生了意外 引起了一场大火而焚毁了 至今 多工人还保存着一张画 就是画着天狼星人来到地球的画面 还有的资料说 其实当时从飞船里走出了两个生物 除了诺母 还有一个诺末 它们是双胞胎的关系 还有的资料记载说 天狼星人是一个追求高度灵性发展的大融合种族 这个族群的形体都是多样性的 有的是人类外形 还有的是昆虫和动物外形 甚至还有高度进化的纯能量智慧生物 所以它们并不是以邪恶的掠夺模式来促成自身的文明 因为天狼星的灵性开发是非常进步 它们拥有宇宙中修行高度灵性的七大电雨之一 传说在天狼星上存在着规模宏大的庙宇 在天狼星人到访地球的过程中 它们传输给了人类很多先进的医疗建筑学知识 还教导人类灵胸的内涵 天狼星人和地球上多个古文明似乎都有着亲丝伴侣的关系 对亚特兰蒂斯文明时期 穆利亚文明时期 以及后来的古埃及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古埃及人所使用的立法就是天狼星周期立法 埃及金字塔的亡灵通道都是指向天狼星 难道古埃及人相信的复活模式 其实就是他们死后的灵魂去往天狼星吗? 而更奇妙的地方在于我们整个太阳系 其实是围绕着天狼双星做螺旋式旋转的 这中间是否存在着什么秘密的联系? 天狼星人对多贡人族群施加的影响 如果可以看作是外星生命与地球人类文明的正面和谐共处范例的话 那么在大量的历史痕迹里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甚至是侵害 有不少事迹证明外星人曾经入侵过地球 不过地球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曾经轰动一时的洛杉矶之战就是人类对垒UFO的首次大空袭 1942年的2月25日当时还是二战时期 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地区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不明飞行物 而且日军轰炸珍珠港的事件才刚刚发生三个月 因此美军认为那可能是日本皇军的飞机 于是洛杉矶想撤起防空警报 民众被命令全面灯火管制 凌晨3点16分 美军第37海岸抛兵旅 开始以重达5.8公斤的防空火炮对准入侵者进行开火 共发射了1400多枚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四拦截机大队也准备起飞作战 要与这批日本飞机来一次激烈空战 不过这批的日本飞机在承受了一会防空炮火力后 朝向圣摩尼卡区和长滩方向飞去 直到清晨的7点21分 洛杉矶市才解除了防空警报 这次的开爆事件中 有树状的建筑物与车辆被误击 大约5名的平民死于防空炮火 其中有3位也无法承受长达数小时的炮火声而死于心脏病 这件事删了美国西岸的抱着头条 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但是如此激烈的战斗过后 地上却没有一架日本的飞机 连一些残骸也没有找到 当时在民众的压力下 军方做了这么一个解释 由于士兵心里紧张导致发生误判 将气象气球当做了飞机 因而拉响了防空警报 但是这个理由其实是很牵强 因为地上根本就没有半点的气象气球的渣子 后来这件事渐渐的被淡忘 然而在1947年 洛杉矶时报的通讯员比尔亨利对外公布说 当年我看到了洛杉矶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军方对公众刻意隐瞒了很多实情 因此人们就又开始追究起这件事情来 长滩警察局局长麦克利兰 在美军的调查报告中承认 在长滩市政大厅上空 看到了7架叠盘型的不明飞行物 跟他在一起的一位美国的海军观察员 用望远镜发现远处还有9架叠盘物体 它们均是银白色的 他认为这些物体必定是受人操控的 因为它们是有规律的穿行于防空火炮之中 这些不明物体飞行起来毫无声响 即使是几千发炮弹连续射击也没对它们造成损坏 所以美军在记者会所说的气象气球 实际上是多架银白色的不明飞行物 当时有一名记者也目击到其中有炮弹命中的这些飞行物 然而这些飞行物毫发无损地继续飞行 因此一部分人怀疑政府当时撒谎 刻意隐瞒了外星人的存在 听了这两则故事 大家是否仍然觉得外星人只是一个传说 或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呢 欢迎大家留言 好的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呢 请帮忙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 千万别忘记开启你的小铃铛 可以随时收到影片的更新了 信不信由你 感谢你的陪伴 我是奇闻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